各位大家好,2020年來到尾聲 今天已經是2020年10月31日 究竟大家這一年來做過甚麼呢?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按鈴鐺,當我有新片時,立即就可以通知你了 記住快點去按吧 大家做得最多,莫過於在年頭 泊口罩、酒精結手液、很多不同的防疫用品 一直以來,過去幾個月,甚至乎差不多全年 大家都在這個疫情之中度過 每天第一波疫情、第二波疫情、第三波、第四波 來到現在,大家適應了嗎? 大家接受了這個事實嗎? 無論是甚麼情況,影響到大家的生活也好 其實2020年已經過去了,我們展望2021年 郭Sir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這個疫情之下,大家有甚麼轉變呢? 最重要的一個轉變,或者最大的一個轉變 應該是大家由一些實體的課堂逐漸 變成今天在網上上課,或者現在正在看影片的你 究竟這個變化是有甚麼特別呢? 或者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很多人都覺得一開始的時候,郭Sir和大家推銷 或者介紹我們這個網上課堂 或者是一個網上的影片的時候 大家都很抗拒的 覺得網上課堂實不實在,可不可行的 當然了,參加功課班系列的同學 他們一定是覺得做功課怎樣在網上進行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是很難在網上進行一個功課班的一個班組 因為我們可能對功課去做一些評核的時候 其實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去學習的話 大家有沒有試過上youtube去學一件新的東西? 在這個疫情之下,郭Sir就試過了 現在你看的這條影片就是郭Sir上網學習 怎樣去做一些簡單的剪接 當然要去到一個大師級,還有很長的路途 但是做一些很基本很簡單的剪接 郭Sir也是學會了的 但是如果你叫郭Sir平時很忙的時候 跟大家上課學習的時候 再學一件新的東西 可能未必有這樣的時間 但是趁今年在疫情底下 大家可能時間多了 有些人可能在家裡工作 有些人可能工作的量是小了的時候 不如拿一些空閒的時間去學一件新的東西 增值一下自己 令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加充實 大家在未來的2021年 有沒有設定一個新的目標給自己 可能是學一件新的東西 可能在成績上有些突破 也有可能 大家有沒有想想 可能疫情過後 有機會可以做一件從來都未做過的事情 令到自己可以成長 在這個疫情底下 唯一沒有變過的就是 你每一天都依然有24小時 而這24小時怎樣去過的話 是在乎你怎樣去想這件事的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與其在想 為何這一年這麼辛苦 過得這麼苦的時候 不如好好地想想 怎樣去充實自己 運用好這24小時 當然 一直以來郭Sir為大家做一些聲鐘的準備 今年在配套上一定是提升了不少了 無論在YouTube上給了很多不同新的資訊 或者在一個諮詢上 都給了一些新的想法給大家 如果大家依然仍然有一點點想法 還未很清晰 那就可以考慮一下 參加我們的諮詢課程 甚至乎在過年之前 我們還會開一個 超級超級精毒的面試班日 這個精毒可能大概是10小時 為大家做一個最後的衝刺 之前報讀的同學是不需要報讀的 是為了一些臨急抱佛腳 真是的 剛剛才認識到郭Sir的同學 才需要報讀的 如果很需要的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需要去報讀 那郭Sir就會聯絡你了 2020年的最後幾個小時 你在做什麼呢 那郭Sir在下班之後 應該都會回家吃飯 希望在12點的時候 倒數迎接2021年 希望新的一年新的景象 疫情盡快過去 我們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 那郭Sir今年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明年見到大家的時候 大家依然都是這麼積極 這麼進取 升中的同學 希望入到你理想的中學 而升小學的同學 也希望入到你理想的小學 準備考DSC的同學 希望大家努力 最後三四個月的時間 其實可以改變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明年再見 拜拜